跳到什么 跳到你目前 这一个选择这两个字 它在那个程式里面的位置 它实际上是th 然后里面的东西加上那个什么翻写th 就是开头结束 上面会有个tr你又要放上去 它也会显示出你现在就是这一列 这一列ok 那也就是说那我程式该怎么写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因为 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直接叙述一下 所以我第一个 我们先抓到table 所以意思说我把那个table里面的所有的 程式码都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TBL 所以TBL里面放什么 就是放这些东西 好那等于是有点像缩小范围的吗 等于是说我们本来网页里面有这么多程式 那我现在只有抓到中间这个区块的table 然后我要的东西又在里面嘛 所以一个一个慢慢把它找出来 OK 好那我把它放在这里 接下来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TBL里面的什么 TR 你有没有看到刚刚有个TR TR实际上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一列 这个是TBL 有整个嘛 下面TBL这不用管 TR就这个 意思说这一列 这一列里面又有TH 所以我要把这一列先抓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TH里面的东西帮我 帮我把里面 像股票带号 时间等等抓出来的话 那我程式该如何撰写 接下来就跑个回圈 从哪一个呢 从这里面所有的列 一个一个 从0开始所以后面LAGS总共有几个 总共有几列的意思 减1 然后再把里面的TD抓出来 可是里面可能有TD 也可能有TH 像这个上面这边叫TH 这边是TH 那底下这个抬尼这个按右键 检查一下 这个叫TD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也是做网页里面 反正是储存格 在栏位名称叫做TH 下面的话都是叫TD 这个可能是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是固定的名称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的话 那我就跑个回圈 把里面每一列先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呢 再把里面的TD抓出来 TD里面的 那个资料抓到之后的话 然后呢 但是有一种可能性 如果抓不到TD的话 那你再帮我找找看有没有TH 所以底下这个叙述是 如果 我如果找不到TD 那你就换一个方向 找TH 或者这边其实可以 改写成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有TH就抓TH 如果没有TH 这也可以 然后呢把里面 里面的字抓出来的话 叫做Innertest 的一个属性 把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所以他们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抓出来 直到资料 全部抓出来维持 那这个可能比较抽象 所以我这边 干脆我这边 把程式稍微中断一下 跑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应该 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让他run一下 先到网路上去抓 把这个table呢 帮我抓下来了 OK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帮我找找看 里面